開了齁 來這個iPad 好 好我也知道好 iPad啦 好跟這樣好勒 好龍斌喔 有iPad我就跟下子一樣啦 我們人先進來齁 這就是你到我 觀眾群身材一萬 我來開始說 喔你看了齁 我做到準備 啪啪啪啪 啪啪啪 請到兩千 兩千六 三千 給他一條 喔給他一條 四千嗎 給他一條 五千 不好意思觀眾群喔 等一下齁 六千 七千 這太快了 八千 九千 破萬了齁 一萬了齁 來 哪裡 來我們先跟觀眾群報個歉齁 因為 你們人太多了齁 韓國瑜是八百萬 你們直接把金剛弄爆了 所以金剛爆掉了 剛剛超過兩三萬人 他爆掉了 爆炸 齁 所以沒有辦法 我們只好回來FB 做直播 齁 做直播齁 齁 那 我們今天先來談齁 先來談 一開始我們先請 大家都知道我們柯市長 我們請柯市長來 跟我們觀眾群說個哈囉 來來來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們先試音啦齁 大家有沒有聽到 聲音 聲音聲音 我們先試個音 如果沒問題的話 我們就再進入主題 我們先調個音量 音量可以嗎 音量可以嗎 技術有沒有 聲音聲音可以嗎 聲音可以嗎 聲音可以嗎 好 我們柯市長剛剛 剛剛人在哪裡 剛剛還在掃街 剛剛人在哪裡 哇 我騎到通話街 當人行立牌 當人行立牌 因為本來進去掃街 我發現齁 會跟他們打專頂度 幹脆有在站在那個 入口處 給人家當人行立牌 騎一點多錢 給大家去想 這很聰明 不用錢才能夠 對啊 他還給他去送FB 公告費也算起來 OK 那我們 我今天有蠻多問題 想要請問柯市長 柯市長 因為時間有限 市長蠻累 從早上一直到晚上 蠻累 所以我們就趕快進入主題 那市長 我想要請問你 你 我看過你的經歷 你35歲就當上了台大的主任 這個 外科教的病房主任 那這個是 要非常不簡單 這麼年輕 那我個人看 你如果從醫的話 你是前途無量 那為什麼你想要去 從事政策 啊 怎麼說 威愛之案 國科威案 不好意思 我經過中華民國武權憲法的謀論 所以要變台北市長 衛生局 衛生署 醫社會 監察院 立法院 地檢處 工程會 調查局 醫師懸戒委員會 我快兩年 這樣吵吵吵吵 我還說 往事不堪回首 往事不堪回首 我一個好好的人在台大在做醫生 那種 有個笑話 我本來等候前 你地上四樓 我會變地下四樓 你知道為什麼變地下四樓嗎 因為台大約沒有地下五樓 已經 已經被青崩了就對了 太平間在地下三樓 所以太平間還被你高一個樓 沒有高一個樓 沒有高一個樓 我還說 我還說 那你當這四年的市長 你從來沒有當過 你連議員都沒當過 我怎麼做議員 人家正常來說是議員 立委 里長啦 議員立委 然後再來是選那些政務官 那 你當市長 你從來是一個素人 你進去這四年 那你可以跟我們講 你這四年 你台北市你看到什麼 一開始你去也是陀陀陀 很不熟 搞不清楚狀況 還會拚撞車 我還慢慢 我就用我最一生的方法 我每天禮拜一到禮拜五 我早上七點半 我就純心結業 結果大大小小 我怕禮拜佈 一開始也給我給我給你 阿公給我給我給你 菜鳥 菜鳥市長 菜鳥市長 老公公也也會給你修理 所以我也是過了那種暗淡 慘淡的日子 過了兩年 後來 後來 但是我 排選人 人家我的幕僚一直跟我講說 你不可以在人家面前說你很聰明 不過我是真的很聰明 我知道 我知道 大當然 我就是這樣 他就 一開始我不會 他就補 補我慢慢做筆記 慢慢我就搞懂了 我很簡單 要做一家預算進來補 預算執行率太低 進來補 催收款 五名 進來補 很多人都說阿 你就事連不都要痛殺小 就是看不懂你在幹什麼 但是 我看到你做了非常多的事情 對不對 那今天 我是想要問說 今天我們台灣 這一個 你所一直打的這個東西 就是說 我們要 把持 這個財政 這個東西 那你會那麼難做嗎 我跟你說 我剛才一個黨國大老 你知道嗎 你要跟他講 他講 瓜子上面 你是投家派基的 我們政治人物 糗錢就不會有在行銷 糗錢就不會有在行銷 你說投家派基的 我說 那國家的錢不是我們的錢 所以每個都在我子孫就是 都欠一堆 就躺在後面去處理 因為 柯市長你比較聰明 那我想要請問你一個問題 人家有的 有的觀眾群說 全世界所有的城市都要負債啊 尤其是大城市 半括 甚至一線的城市 不是啊 負債是這樣 有幾個條件 如果他是自償性高 或基礎建設那可以 你可不可以講再白話一點 因為視頻很聽不懂 自償性 什麼叫自償性 比方說 你要去捷運 你知道嗎 那你的土地開發的錢 可以carboard 那個建設的錢就可以 所以一個建設 就是說 你現在投資多少東西 預期可以收多少 這個自償性 自己可以償還債務的 自償性 另外一種是基礎建設 那種水庫啦 電力 所以我跟你說 這個問題 老實講 我曾經跟某位很高的官討論過 我說我為什麼反對說 擴大公共支出 我說理會聽 他們那裡拿一些 他說那個羅斯福新政 也是擴大公共支出 我說我為什麼反對現階段 擴大公共支 我說我們台北市政府 資本門預算執行率 一年才16% 你聽說 那以前變下去了 一年可以執行完畢才16% 意思是我們整個政府的效率很壞 所以即開了 所以政府應該要先做那個叫精實管理 所以就像你這樣整人都很壞 也有虛胖 就說你才想 那現在政府的效率很壞 這我們大家都知道 對對對 所以你要先把那個政府的效率提高以後 才開始擴大公共支出 如果你政府的效率很爛 台北市政府已經是台灣公共2萬最多 我們的資本門預算執行率 我最似乎是前一年才66% 醫生扁下去開不了 嗯嗯嗯 66% 奇怪你開不了之後 以前的人拚算不開 你說開不了 沒有啊 他也是開不了之後 他是變之後 就當一年一年 一年執行率才66% 就是我們秦武佩武 秦武才能找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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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讓 你上去當這市長 你看以前人家在這些什麼案 什麼案 你有沒有看我什麼 我跟妳講 那一開始我也在看 我沒有在看 我馬上 我從我開始 我自己把他做好家 那你要查的話 他才會消 那不用做事情 因為我看你的一個證件叫做說 市民可以參政 沒有啊我是 讓全市民去關心政府 對啊我們有幾個 我們有幾個原則 比方說四大委員會 都省都記 環評 科學文資 我們就是 開飛瞬間 玻璃隔開 那裡面在開 那外面人在疼 必要網路直播 那都省都記 你做的建築就知道了 插一公車就插幾公 對 所以我就給他公開透明就好了 我說台北市都省都記 文資環評全部公開透明 你的證件你有一條就是說 你在當這四年裡面 你的幕僚從來沒有因為 貪腐下貪 我們一起說的一個 對不對 然後你的議員 所有的台北市議員 那你認為是不是因為 你這樣子 去省預算的關係 就算想要貪 也貪不動 不是啊我跟你說 我做的很多改革你知道嗎 第一 我們不准價格標 全部用最有利標 最有利標的時候 叫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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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 我們上網的時候 公佈評審委員 公佈底價 再來就是 我們那個開標的時候 沒有超過三分鐘之後 那你這樣不怕得罪人嗎 因為你看我們中央 我們中央 我們中央 我們中央也看不到你這種施政下 照理說你這種規格 應該是中央總統級的啊 因為國家才是最根本 怎麼會一個市的市長 去做這種總統級的事情 我啦這比總統級 我覺得是總統級的 因為台灣有第二個城市這樣做啊 沒有啦 這樣他就不用記錄了 我的疑問就是 台灣你上去做這些改革 現在這麼透明 那全台灣有第二個 地方這樣做嗎 那中央他們也沒有辦法透明價格 也沒有辦法種最有利標 不是啊 我會規定一下 超級兩千萬都要最有利標 超過兩千萬要價格 要市長同意才可以 全部用最有利標 上網公布的時候要公布評審委員的名字 還有那個底價 啊再來就是 我們有那個叫 表格你知道嗎 多少錢到多少錢的 評審委員要幾個 然後府內要幾個 府外要幾個 然後府內府外要定義 退休三年不能算府外 再來就是 開標的時候 要三分之二人到場才可以開標 那開標的時候 府外要比府內還有大 超過才可以開標 當年大巨蛋就是這樣出很多 他頭一邊沒有價 評審沒有價 第二邊又沒有價 那第三邊大家說 那就是要有價了 不快來投票 所以 所以後來就是那個 評審委員就很 有六個要幾個不來投票 後來這樣才會過關 所以我就把以前那個大巨蛋 我有看過哪裡出問題 我一條一條給他改 變成SOP 一開始也是抵抗 我就一定會這樣 叫他嚇 那你這樣我們就得罪非常非常多人 所以你現在沒有陸軍 我哪有陸軍 因為你沒有禮長 幫你倒三千 百條的腳 喔 大家也沒有 比較沒有陸軍 好 市長 那你如果台北市現在欠缺的東西是什麼 你未來往後四年 你覺得欠缺的阻力是什麼 其實台北市到現在為止 我倒覺得只要按部就辦 把我們已經建立的制度這樣推下去就可以了 那你建立了什麼 譬如講說你認為還有什麼 還沒完成度還沒到一個很滿意 我跟你講喔 政治制度差不多差不多 文化的制度 那村的就是一些大的工廠在開始 從市廠在改建 工材在建立那一間 還有那個環狀縣 那個環狀縣大概要兩千月 再來齁 台北市我在國界 未來十到十五年 我們兩百多間學校 七十八要改建 因為我們是民國五十七年 第一次九年國民醫護教育 跟教育剛才有五十年 所以我的房子差不多要開始派了 那在房子開50米就可以換新了 對啦 那我想到一個最嚴重的問題 人家說台北市 是最先發展起來的 所以最先發展起來 它的房屋也是最老舊的 然後再加上 台北市的地面 你那時候發生地震也有講 可是你也知道 這種東西是私有財 大家都不想要都更啊 因為都更 我跟他建立的房子那裡 那你怎麼樣 這是一個兩層的問題 未來可能會發生重大災害 但是做得好又不會 但是人又不願意蓋張胎 你又不能強拆 那這有怎麼做 第一點喔 台北市現在沒有丁止戶 為什麼 我們有那個私下協調兩次 強制協調兩次 然後兩次 就是兩次強制協調的時候會錄影 錄影錄影 然後如果還談不出來 我們就評審會被關掉 所以台北市現在沒有丁止戶 沒有丁止戶 因為一丁止戶發了強制協調 強制協調 如果他不要 照聽 就是按照法規 我詠春都更我也沒有丁止一百 90%而已 你如果要丁止一百 你用我免費 對啊 因為 你也知道這幾年 前幾年 什麼大埔啊 四處這樣子硬拆 但是後來大家去 後面去深刻了解到 原來已經都90幾%投票都過了 但是就是那幾個人卡在那裡 就不能過 幾個人就可以影響幾百個人 的權益 所以你是用這種方式 我們就是 要來申請那個丁止戶 就說 你們就 私下協調兩次 還有兩面 公開協調 所謂公開協調 就是錄音錄言 現在還沒辦法 我們就組織評審委員會 按照錄音錄言 所以我 私下協調 所以我私下協調 我也是最好跟他混 他混了幾年了 他中間這樣幾年 你已經幾屆市長 都沒有辦法動 私下協調 私下協調 就是你做都更案 私下協調 私下協調 都二十年 泳村 泳村 泳村十年 泳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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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希望就是 未來就是 可以大部分這種老舊住宅 都改建 我就開始說 一開始就這樣說 這樣咬著幾趴我們就動手了 還是會處理 那我想問一下 你在當醫生的時候 你看過很多生死的瞬間嗎 對啊 那你對人生 你個人對人生觀 你既然看過那麼多生死的瞬間 然後你現在來重振這麼烏煙瘴氣 那你現在的人生觀是什麼 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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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存善念 盡力而為 這我的印象就是 我們不在做壞事 精力就好了 心存善念 所以你想要在台灣 跟 你想要在台灣跟很多偉大的人一樣 就是想要 留名嗎 沒有 我經常說 我們不用偉大 該做的做完就好了 那你就是一個公譜 你常常刮在嘴邊講 你是一個公譜 我們服務的團隊 對啊 我其實 我跟你說 我當過17年台大外科交病房主任 我每天都看人台進來台出去 人生害怕 所以齁 所以不用太多 所以你認為再多的錢 也買不到生命 我跟你講齁 人生而平等 放屁啦 人生而平等 人死而平等才是真的 是啊 我看你有錢沒錢 黑人白了 要死大家那個樣子 這樣 死大家是平等的 人生而平等 放屁啦 人老生而平等 人死而平等才是真的 沒有錯 所以齁 我最近17年台大外科交病房主任 我每天換人台進來台出去 所以我只會說 太多 台灣的經理就太多 沒辦法 那你認為說 呃 台北市未來 未來 經濟發展 台北市其實 台北市現在 台北市的經濟發展 可不可以更好 一定可以更好 那你的宏觀的看法是 那台北市如果是我們 我們 台北市如果是我們都市 都市的幸福 市政府要推動的 一個是環狀縣 嗯 然後以環狀縣 為基礎的 就以捷運路網為基礎的 都市計畫重成 啊我講過嘛 我們大概未來15年 兩百多個學校要翻新 只有兩百多個學校 我看最終來準備兩千月 只有這兩號 欸兩百多個學校 國小國中高中 那現在少子化喔 對啊 啊所以齁 但是現在是學校被更新的時候 你知道 都要一條龍 從那個0到2歲的 脫嬰 2到6歲的幼稚園 然後再來小學 然後再來那個 日間 老人的日間活動中心 甚至區民活動中心 意思是說 那個學校不是只有做學校用 它叫社會福利空間 所以整個邏輯要改變 所以要重新盤整 所以現在是學校改進 不是學校改進 叫社會空間 公益空間改進 所以整個 整個台北市政府 要用宏觀的邏輯 要用捷運路網 所以每次說 內湖不是交通問題 內湖是都市計畫問題 你靈靈多四歲 到內湖面積沒有增加 還給他聰明 你工程去一堆 最理想的 你在內湖上班 就住在內湖 現在內湖為什麼垮掉 他每天15萬人進來上班 再15萬人下班 就因為過了 然後只經過三個孔道 城宮橋、城美小橋、智翔水浪 還給他聰明 所以那就是 內湖不是交通問題 內湖是都市計畫問題 所以你在考慮產業發展的時候 你多少產業 就要去多少公宅 就要打開 要有一個邏輯 以前的政府 阿董也空不理 好 那我再問一下 這個市長 就是對於這個 我們現在年輕人 我們這個議題其實 每一個縣市都遇到 但是台北尤其嚴重 為什麼 因為台北是大家公認的 對不對 首都嘛 然後房子 那年輕人 現在甚至是去台北市 其實很多人想要先去台北市 但是他住在新北市 你知道我意思嗎 因為太貴了你知道嗎 那這個東西 我跟你講 我還發現 其實 比 比 房價更高 更慘的是高房租 為什麼 你要是 你要是高房價 好不了 我再住新北 可是你開店你沒辦法 所以為什麼 你看 東西 那明明的店就倒了 可是他房租不肯降 我真的一公佈 所以這個還是要處理 我覺得高房租比高房價殺傷力更好 市長你知道嗎 其實我非常想要先去台北市開店 或者說不只是我 就很多人想要去台北市從業 或者說做生意 那其實做生意對 你的都市發展都有利 你可以請員工啊 你可以增加就業機會啊等等 那你知道嗎 就是這個房價 我們都不敢去 所以 所以我還在想 像 所以我說 為什麼我們那個 那個學校的重整很重要 因為學校 像我在蓋 現在蓋公宅 我一到三樓都不是哪一家公宅用 我把幼稚園脫入手 還有那個脫勞手 全部都放到一到三樓進去 所以意思就是說 我們那個社會福利空間 甚至那個運動 健身房運動房可以放進去 所以老實講 都市計畫還是要一個邏輯 現在以前都市計畫不是這樣 都市計畫要有控制 所以年輕人 他們未來還是買房子 大家現在就說 但是我跟你講 我們公宅 讓蓋的話 我現在第一步 你還是買不起 但是我讓你租得起來 這邊的你有參與到嗎 我們旁邊這邊的這個 也是台北市也有名額嘛 在我們旁邊的 後來我們交給內政部去處理 四大選手 我覺得你們不錯 對啊 那個會做三樓豆腐 但是那另外一個故事 那也是三樓 如果從那一邊 四大選手 是不是不應當蓋在林口 為什麼 因為雙北地區 控制力最高 是林口 十一到十三樓 對啊 他不需要再多房子 他應該是蓋在台北市 吧 一些比較偏 像南港啊 內湖還有地方 對 對 或是新店啊 或是哪邊 對不對 OK 我來看一下聊天室 為什麼都是這樣子 是大家在行 是大家在行 所以他自出不來 沒有 他們在行衣 這什麼意思 柯欣之前的榜高 對 一個那個格 喔 喔 那 市長 其實 其實 你這次 我們來講 你這次跟我聊 還是主要是選情靠籍 還是說 都沒有關係 但是我個人是非常支持你 但是 你老是讓人家看不懂 就是說 我們老要說你這個人真 韓國瑜也說你真 我也說你真 大家說你真 可是你事實上 你做出來的事情 我是覺得 還是讓你來講 你覺得 因為很多人都不知道你在做什麼事情 我現在可以這次機會 來幫你了解 一個台北市市長 你到底做了 這重點在哪裡你知道嗎 正在說 你跟以往那些市長 你差別到底在哪裡 除了 會省錢 會省錢 大家知道 你現在很會省錢 省錢一哥嘛對不對 當然這也是 我最知不知道你最大的原因 因為每個人上去都亂搞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沒有啦 我跟你說 其實 找事情很多 每天早晨 禮拜一到禮拜 每天早上七點半 一直在工作 怎麼會沒有 沒有事 你以為我最大的 西區門戶計畫 東區門戶計畫 以北門為中心的西區門戶計畫 往北往南 整個軸線翻轉 這種都成功了 可以讓北門嘴嘴 因為北門要出現 你知道 中校西路公車專用都要拆掉 中校橋引道要拆掉 國光客運要拆掉 然後拆掉 然後拆掉要改成公園 然後那個七叉戶要變成十字路 然後再把那個 再把 把山頂倉戶蓋回來 再把北門廣場重做 你看喔 往南 萬華松子星我們 完工進駐 環南市場 開工 再來 馬鈴伯爺就完工 滴果菜市場跟魚市場 這個 中繼市場 可以開 剛剛環南市場 滴果菜魚市場 這三個市場兩百元 所以兩百元一塊 那地方就開始完工 往北另外 建成圓環改建 388公園 388開六園 再來 來明倫公宅 再來大龍市場公宅 屁 一直到設施島 所以我跟你說 以前很多政治口號 我覺得是這樣 他去台南市政府 怎麼會去做 他每個人說什麼 為什麼不太喜歡做廣告 你知道 因為我以前是台南在做魚星 台大醫院區要做廣告 你最好賣來 是啊 是啊 沒有錯 我告訴你時間最久 還是人家會看得到 可是選舉這種東西是這樣 選舉這種東西是包裝 多於實力 會不會 你會不會做事 不重要 重點是 人啦 人的部分 但是我們還是 其實 你如果科幣政績 懶人報 我們Google上樓就剩一堆 我們公宅 靠近一堆 市場 好像幾個大市場 西區門戶區 東區門戶區 東區門戶區的話 你說那個 從那個 國家生技研究中心 東區門戶區 南港平台 南港平台工廠也開工 北部流行音樂中心 還有那個 那個 中校園區的 生技園區 有啦 要說一堆 我覺得你真的是一個 我老師講 市長 你是一個很奇怪的 你知道嗎 就是說 我對你的奇怪就是說 你今天來到這 你對人家發表你的選舉的這些口號 可是我看不到 以往那些 玩政治的人 很激情 或是開很多的 很多的 巴拉票 我這一次會做什麼 我這一次做什麼 我剛剛問 你就說 我們就繼續走下去 繼續走下去 然後有時候你會不會覺得 這樣子 你是很務實啊 可是 會不會讓一些 就是 讓一些 別的 別的候選人比較起來 你會不會覺得太陸 我跟你說 你做不到的不敢講 還是說什麼 沒有啦我跟你說 我跟你說 其實我們做事 你知道 有做的東西 你網路上都查得到嘛 我們有做什麼做什麼 我跟你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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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那幾個全部 比人家聰明 然後現在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很多老人家 因為 你不給他一千五百塊 這個東西 我跟你說 那你錢一賺 要分給大家 我告訴你 那個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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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喔 從楊敬老金 全台灣一年 那天要分花錢 六十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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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應該這樣想 六十億 什麼花是最好的 你覺得六十億是 每個人這樣花一花是最好的 我不覺得是這樣 我跟你說 有一本書叫 二十一世紀資本論 你說 用錢賺錢 比用老利賺錢快 所以貧富懸數會越來越大 貧富懸數越來越厲害 只有兩個方法處理 一個是守得累進稅 有錢人稅要克重一點 另外一個是 社會福利要偏向弱勢 所以意思就是說 那錢不可以 社會福利不可以 齊頭事發放 就是要偏向弱勢 所以很多人誤會阿 很多人說 你全老好像沒有 沒有啦 台北市從楊敬老金有花 我們重力收入有花 有花啦 有花啦 然後你對老人還有什麼 方便的照顧 你是你的看法 我跟你說 我們台北市 十五歲以上 就開始打肺炎疫苗 那這個疫苗多少錢 你如果去十年 最少的1500元 比較貴的錢 那個就比 從小姐姐還有用 我跟你說 你知道為什麼要打肺炎疫苗嗎 肺炎是台灣第三大死因 台灣第三大死因 第一名是癌症 第二名是心臟病 第三名是肺炎 我跟你講 有名比較重要 對啊 有名比較重要 然後還有咧 還有 還有 再來問 我們的政老家 各位四百歲 我們要做公車 捷運 U bike 雙城巴士 貓籃 還有那個台北市的場館 通通都可以用 就四百八走到你 四百八營了之後有錢 但是老人都六十五歲以上都半價 所以特別是九百六 你一個月有九百六 可以擴大 可以坐車 那目的以前是活動活動要活動 你挑戰要讓他出去吃 讓他出去營養 再來問老人共產 你去吃飯一頓沒四十 那目的是怎樣 因為老人太多了 社會局沒有辦法去照顧每個老人 所以你讓老人來吃飯 可以變成老人團體 他一禮拜來吃一遍兩遍 意思是以後誰沒有來吃飯 他想怎麼過來 就是關心他 關心他 政府沒有辦法去照顧每個老人 所以用老人照顧老人 所以 後來我們有那個修補八萬 就是說 其實那個這樣 收入在五%以下 你來房子整修 可以補八萬 你知道老人 老人很容易跌倒 特別在浴室跟廚房 然後特別是阿婆 一半就經常就 經常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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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半斗的骨折 骨折的臥床 他就拖很久的僵侶 所以我們從那個 打疫苗 四百八 修補八萬 老人共餐 還有那個居家醫療 我們台北市現在 你如果卡1966 你不用去便宜 他就可以去領導看便宜 你知道喔 台北市那個公寓 四五樓的公寓 你想想 你老伯八十五個 結論醫 你躺在公寓 躺在四樓 躺在四樓 然後沒有電梯 根本就沒辦法送醫院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到家裡去看 還有一個石頭湯計畫 什麼叫石頭湯計畫 你知道嗎 我們台北市有居家醫療 居家護理 居家護健 居家藥師 還有一個 輔具 還有一個服務 很多東西 你知道嗎 你要吃東西吃東西 所以我們有一個整合性的照顧 要給你處理 其實有啦 台北市 台北市相對 但是我們這個還沒有到完全補給 那就要用時間 要用一個長遠的計畫 把這個整個做起來 我跟你講 其實那個 不管他有錢沒錢 很平均分一千五百塊 怎麼會是對的 你許許中 每年花一千五百塊給他 神經病 沒有啦 那就是 我還說很明白 你整個縣市政府都缺錢 你從人家賺錢 兩千五百三千 你什麼意思 你缺錢後面怎麼會有 所以我說 那你又少指貨 不是 我說你錢後面怎麼會叫養護 所以第一個欠債要還錢 第二個欠債要繳利息 是啊 大家都 我大家都在想 一直加碼 一直加一加費 後面都載儲子孫 所以你認為說 你認為啦 一個政策的執取 四年是不夠的 政策要完全建立 四年還是不太夠 那你現在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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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 未來 未來你 今天就是給市長做一個 還是你要有什麼其他的目的 你還是跟廣大的觀眾群講 因為我知道你 你這個人不矯情嘛 你這個人不會說 啊拜託拜託 我從頭到尾不聽你在拜託 但是 我們今天還是要給市長來 選舉嘛 然後 當然是 看怎麼樣去講 你的好 希望大家投入講 我最近也在想一個問題 如果 柯文哲沒有連任 對台灣的歷史 是什麼樣的影響 彈花一現 我跟你說 我最近有四年 我講 沒有重大工程 一個沒有重大工程 上個晚上考驗節目 沒有任何首長說 因為必案下來 那很奇怪 柯文哲當台北市長 突然 什麼都沒有 幹凈掉 幹凈掉 那很奇怪 我跟你說 你看 我上任前一年 2014年那年 大巨蛋 美河市 雙子星 松淵 山創山中安 國化院案 所有的問題 我們每天平平平平 奇怪 柯文哲對台北市長 通通不見 一個都沒有 這就是 這就是 有一個 新的時尚文化 第一個 我跟你說 包括台北市的公務員 升遷制度 都變公平 我們有臨選制度 你知道 以前聽說 要生個科長 市長一通電 這邊是誰 完全沒有制度 就是指派的 誰 應該是馬屁文化 或是 踢包包文化 我跟你說 你如果做公務員 你需要認真工作 那就破一下 認真拔包就好了 認真應酬 我們現在沒辦法 我們現在全部用理解制度 就是要投票 你知道嗎 還有員工一代 如果有這樣子的話 有很多人 你剛才很多人 有很多人 我告訴你 但是 對大多數的人來 他從此 他的升遷 是靠他的努力 他不用再 不用再打他 靠實力就對了 靠實力就對了 靠實力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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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說 我做台北市長 我的政選辦公室 兩禮拜 給我的建管處抄掉 你跟他以前的市長有可能 發生錯的事情 不可能 他現在敢這樣 我就 我就 立法行政了 那 剛剛市長說 你是一個最聰明的人 對不對 我也認同對不對 那市長 現在給你一個議題 吹個票吧 沒有啦 用你的聰明才智 沒有啦 我把這個吹票 用聰明才智來吹 沒有啦 這就是台北市民 我跟你說 台灣 20名來 我們台灣20年前 是亞洲四小龍地名 為什麼今天淪落到亞洲四小龍都跑不住 好像沒有了吧 沒有啦 這幾個簡單的講就是 整天政治全都在打嘴炮 沒有在做事情 其實我是認真做事的人 所以就是說 如果一個認真做事的人 而且他是一個新的文化 還不會打嘴炮 我就說 你只有一個政府的面子很清晰 這點就贏了人給你 藍綠不管想嘴炮 閉案一對 你不覺得 以前有拉法業界 現在有慶戶案 以前有什麼案 現在有什麼 趙峰案 奇怪 就像柯文哲沒有了 記得 這個 我告訴人 你如果做台北市民 最嚴重 我最嚴重就是這樣 我當台北市民 趕甘進去 這個 你如果 這個 這個 咬緊牙關 設置 從此 台灣就可以走入 像郭文明 那種 那 那 就可以進步了 我們以前很羨慕 美國 日本 那個不明國家 法治國家 你如果 康文哲失敗去 就是台灣 就回去照 以前的就好 又回來的原本 又回到 以前那種烏煙瘴氣 大家沒有人要認真做事 認真做事 認真做事 沒有好處 我何必認真做事 這有早那一步就好了 OK 好 那 我來發表一下我的感想 我來跟觀眾你們講一下我的 感言